银行群聚染疫事件持续扩大 除了有13名行员跟一名家人确诊之外 今天再新增了4人染疫 包括了行员的先生 妈妈 男友 以及确诊行员们参加公司年终聚餐的 吸体牛排 这间餐厅里面的公读生也确诊 传播链从银行行员进入到家庭 现在又扩及到了其他的职场 有感染科医师分析 确诊行员们在聚餐的时候 同桌吃饭的同事在两三天后 陆续发病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其他有很多非同桌 甚至在不同楼层上班的同事 又是怎么被传染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形传播链 这是现在要赶快厘清的问题 陶器案中染疫居服员 引爆银行群聚事件 如今感染链又扩大 再新增4名个案 包含一名是确诊行员的先生 还有案17717行员的妈妈 而在新增确诊个案中 最令人担忧的是和居服员 接触过的案17630 这名行员他的男友 还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 另外行员们在1月7号 曾经聚餐过的桃园中立 中山店吸体牛排 在餐厅内打工的女工毒生 也染疫CT值22.5 病毒量偏高 衍生出吸体餐厅的感染 以及所有同住家人的 第二波的感染 职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扩大 银行区区案传染链烧尽家庭 还扩及到其他职场 令人相当忧心 不过仔细分析发现 上市替居服员承办 开户业务的确诊行员 案17630 在尾牙聚餐当天 还跟另外三名行员同桌 这四个人在银行主要的办公区 分属在一二楼层 以最早发现确诊的 案17630行员的发病日期 往前推算 在1月7号尾牙当天就有传染力 一时分析同桌吃饭的同事 在两三天后陆续发病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其他有很多非同桌 甚至是不同楼层的同事 又是怎么样被传染 是否还有其他隐形传播链 由于我们狂病毒传播速度极快 隐形传播链也不好发掘 只能靠扩大筛减 就怕社区还藏有千层个案 就有点迷胜 最后报道 桃圆群聚相关新增了六例确诊 而且疫情又烧尽了不同的职场 西提中立店公读生 桃圆市瓦城泰国餐厅储师 还有某物流公司员工 都在新增的个案里 而疫情烧尽餐饮业 让医师忧心忡忡 像是西提公读生 他只是在银行行员 1月7号尾牙上端盘子就确诊 也让医师直言 现在并不都不知道传到哪了 还在追一周前的足迹 可能真的挡不太住 桃圆相关群聚案再扩大 14号再新增本土六例 其中联邦银行确诊行员 1月7号曾在中立西提牛排 参加尾牙 没想到让现场端盘子的 公读生也遭到感染 确减公读生CT值还高达22.5 让医师陈长宇相当担心 现在还在追一周前的聚餐足迹 以Omicron的传播力来说 可能都不知道传到哪了 看来变数有点大 可能还真的挡不太住 疫情烧尽餐饮业 不只西提中立店 在桃圆瓦城泰式餐厅厨师 也因家人而确诊 高温烹调的状况之下 其实还是有机会会感应的 菜端出来之后量一下下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病毒飘在空中 然后就慢慢的沉降到这个菜色上面去 餐厅涉及饮食接触人群众多 让医界游心冲冲 而这波疫情还波及到某物流公司 因为确诊行员男友就在这里上班 相关传播链扩及各行各业 一不小心可能就进到社区 它的传染力 你说要扩大到社区去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意外 就像说便利超商 会有发生一定的窃盗是一样的 最该要做就是把3G的覆盖 把它搭起来 尽量降低它的传播 Omicron超高传播力 下进国门就在职场扩散 医师期望靠疫苗加持 让疫情能尽快落幕 记者站圈的未成台报道 居服员跟金嗓歌友会 传染链持续延烧 今天新增个案的其中一例是 居服员甘妹妹的丈夫 在居隔期间确诊 另外还有一名日前染疫的 金嗓歌友会会员 个案的同住家人也确诊 职业是瓦城餐厅的厨师 由于餐厅的地点 是在桃园市一文特区 进出人流多 师傅除了紧急匡列 11名接触者隔离 也提醒足迹 有重叠的民众 如果出现症状 要尽快衰竭 清洁人员沿着商圈街道 喷洒消毒水 其中一间瓦城泰市餐厅 铁门申锁门口贴上公告 13号开始闭店清销 就是因为桃园市再增 6名确诊个案 除了银行群聚之外 其中一例是日前确诊 金嗓歌友会会员的同住家人 案17770 在桃园市中正路上的瓦城餐厅 担任厨师 市府立刻匡列 11位接触者隔离 餐厅也紧急闭店到16号 只是如今在传出厨师确诊 而且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 桃园艺文特区 让附近民众相当担忧 停业到16号 我们也是自己也是创点单 瓦城泰国料理就停业 采检 如果有桃园区的瓦城泰国料理的 这个足迹的部分 也可以到筛检站来采检 但不止金嗓歌友会群聚向外扩散 另一条居服员感染链也还没降温 染疫的居服员干妹妹 她的丈夫在居隔期间 14号确诊 多条传染链持续扩大 市府立刻区的进度 要和病毒赛炮 这就是台湾的报道 1月底就是除夕了 往前推算14天的居隔期 今明两天是桃园机场入境高峰期 今天大约有4200人入境 明天也有3800人左右 国门防疫倍感压力 一个上午长长航班 有6班入境 采检了382人 验出了29个人阳性 阳性率是7.6% 而在6班航班里 有4班是来自美国 当中有23人确诊 警车和救护车火速离开机场 就是因为长城入境航班 在验出阳性确诊者 从11号开始 我国采取长城航班 班班筛检 阴性裁放行 14号上午 一共有6架班次 分别是纽西兰 加拿大和美国入境 除了奥克兰返台 没有人确诊外 其他从美国飞回班机 有23人验出阳性 加拿大温哥华返台班机 有6人确诊 境外新增29例 今天裁检之后还算蛮顺利 总共筛检了382位 那里面有29位确诊 那所以大概比例是7点 阳性率是7.6% 而从11号累计至今 长城航班 共入境1837人 139人确诊 阳性率也是弱在7.6% 不过这几天 入境人数也是达到高峰期 今年1月31号就是除夕了 如果以隔离14天往前推算 1月14号 15号 16号 的确会是入境人数 最多的时刻 因为这样才可以赶得上 在过年前解除隔离 从国外返乡的旅客进到国门前 要先经过多道手续 作为上等待的旅客也多了起来 指挥中心预估 1月14号会有4200人 1月15号有3800人 达入境高峰 机场的相关工作人员 也穿防护衣戴面罩 全面备阵 希望将病毒杜绝在国门外 记得林柱强 富士兰黄成波 SN小组桃源藏报道 1月15号 字幕志愿者 杨富邦